是谁顶着一身黑皮穿梭商场之间 是谁农作物地犹如土匪过境 是谁让六朝古都沦为野猪之城 没错二师兄又犯了 前脚陕西刚颁布杀猪令 后脚四川通江的野猪就不安于事 成为了当地人的噩梦 老人都说打虎带胆打猪带饭 如今虎没有了野猪倒开始为非作胆了 关于他的身影 你总能在祖国的各个城市见到 校园街道马路边 商场沟区田地间 饱受八级困扰 一夜之间三五成群的野猪 就能将两三亩的土豆拱得渣都不剩 更有甚者 野猪甚至会跑到公路上去阻碍交通 在意大利 每年因为野猪发生的车祸就多达万次 回到国内 如果说前几年的野猪 还是山里香波波 拥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把保护伞 那今年野猪的好日子算是不在平静 为了消灭部分野猪 我国在六个省 开启了杀株令 山西 江西 河北 山西 福建 广东 捕杀时间也由原来的四个月增加到了十个月 11月1号 四川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目标是在年底 完成750头猎上命额 可是想象很丰满 现实很不感 即使悬赏提高到了2000元一头 这支拥有持枪症的专业队伍 也就在两天半消灭了八头 但损失了两支价值三万多的猎犬 所以见识到猎犬野猪的困难性 为什么猪患如此难以根除呢 第一 能生 一年能生一到两胎 一胎产四到十二只幽崽 加上母猪的互宰属性 成活率相当的高 第二 不挑食一活 就是它们承载的基础 荤到腐肉来者不拒 能吃就行 速到农作物水果就多达五十多周 尤其秋收季节 最中爱的就是那金灿灿绿油油的粮食地 比起努力攻土才能获得到的食物 裸露在地面上的玉米才是吃饭首选 专家走访调查 玉米被糟蹋的数量超过了百分之五十 第三 人猪实力相差过于悬殊 他国拥有直升机 占据天时地利 轮到咱们 没点金刚钻 也就只剩下跑的份 本想这生物仿制 利用天敌华南虎直升 没想到人家安分手挤 待在动物园一样天年 要不就在非洲大草原吃场呢 真是一朝天敌所缘间 野猪心中笑开言 无见白玉种群打 拿枪都不敢上前呢 在不知情的人看来 消灭野猪轻人一举 不外乎投毒下陷阱 多放捕兽甲等等 省失省力 然而为了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 狩猎团队无法采用 会对其他野生动物 有威胁的方法狩猎 唯一一种就是最原始的 所以现实就是 四川通舰的750头野猪消灭任务 倒足且长啊 有人建议可以开展全民捕杀 毕竟咱们深受野猪之害很久 有网友开玩笑 但凡他不必保护 一年之内直接红色目录件 可专家建议 与其人为治理 倒不如引进些柴狼虎报 一物降一物 等食肉动物种群恢复 野猪问题自会迎战而进 如今极端消灭 反而会更加激化人猪矛盾 可问题是 不经农民苦 莫劝他人善啊 本身和野猪为连的农民伯伯 就是靠地吃饭的 如果把他安生的本钱给糟蹋了 才是真正的令人心寒 野猪本来就对粮食不告而举 让贫困不堪的农民 来为野猪的雇足买单 如果是你针对四川通教的 两万头野猪会如何处理呢